子凌开麦 今天在我们节目这边 就是要带着大家来做一个土地的漫游 我们就是在台南 大家知道最近 就是今年我们台南400年 所以有很多系列的活动在进行当中 那么在台南400的一些活动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地震特展 土地漫游者台南400地震特展 那通常我们大家对于地震局 好像感觉上就是你除非有相关的业务 不然我们好像比较陌生一点点 但是我们从地震局这一次所办的展览 就可以看到说 很多我们平常生活的一些土地 它古时候有古时候的地名 现在有现在的地名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说 原来这个古今对照起来 有很多的历史故事或是地理的特色 那今天我们就是来邀请到了 台南市地震局的陈淑美局长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一个特别的展览 现在就先请局长跟大家问候一下 好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局长就是我们从这一次展览 提到很多古老地段名 比方说像五条港段 无功谈断这些 听说地名的背后都有一些历史故事 或是地理特色吗 没有错 其实地震跟每一个人的生活 都是息息相关的 那今年因为刚好遇到台南四百年 所以我们地震局也策划了一个 土地漫游者的地震特展 那最主要就是说 如果以台南来讲有四百年的历史 其实从古到京每一个人都漫游在这一块土地上 那他或多或少呢 就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一些痕迹 所以刚刚主持人说的像这些古地名啊 比如说台南他这个一辅二路三蒙甲 一辅就指的就是我们的台南辅 那台湾呢就是以前的台湾 大圆 闽南语叫台湾 台湾就是台湾 所以就是台湾最早发迹的一个都市是台南 那五条港呢其实就是在古时候 真的是一个水系 然后五个支流的这个港口啊 那在我们的市区这中间 那所以这个五条港 它是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的 而这个五条港呢 过去它也的确就有这个行船运输的功能 所以啊现在很多的人到台南来旅游 是不是在市区会来寻找古迹 小吃美食 那大家就知道说 五条港它其实就在我们的成功路 到我们名声路这之间 那有一些古迹呢像队悦门 药王庙 接官亭 赤坎楼等等 这一些呢都是以前五条港可以行船进来的地方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的地段名呢 还保留一个段叫做五条港段 其实这个五条港段它的这个地极范围呢 就是以前五条港的这个范围之所在 那现在当然这些 如果你看地址的话 可能你会看到成功路 中正路等等 名声路等等 但是试想每一个都市都有中正路 每一个都市都有成功路 中正路 但是它的 它就没有办法代表一个县市的特色 可是如果说像五条港段 就很明显这是台南 这是过去五条港的遗跡 它就代表了过去的一个历史的文明 其实我在就是 有展览的照片上面 我有看到好像有那个大龟肉桩 好像是在那个盐水那附近对不对 我觉得这些古地名听起来就是很有特色 对 其实我可以举好几个例子 像盐水它以前有这个月经港 那的确以前也是船可以到这个盐水了 所以那边就是有行船的一个遗迹 那但是现在就是随着陆地逐渐的路化之后呢 以前的以前的港现在可能只是它一个小小的这个五国 那但是因为它是很早发迹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它有一些地名呢其实它还是有它的道理存在的 好像大龟肉桩 它这个其实是大龟壁桩 也是一个古地名 它可以考据到河西时期 那像盐水呢它有一个地方叫做井水里 就有闽南语叫加水里加水就是那个淡水 淡水的意思 那其实就是说因为以前这个它是属于这个 咸淡水交界的地方 那有一条支流有一条溪流呢到这边 那刚好就是淡水 所以它那个地方的地名叫加水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井水段 是这样的意思 那像新盈也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新盈就在盐水的隔壁吧 新盈它有一个古地段名叫菇爷段 菇爷 谁的菇爷呢 答案揭晓是正成功的媚婿 哦真的啊 所以它叫菇爷段 那新盈它有一个地方呢叫秀才段 那我们就会想说哇地灵人节是不是出了什么秀才啊 的确那时候在唐山过台湾的时候 清朝在唐山过台湾的时候 有一个秀才 它的名字叫王妈宝 王妈宝这个秀才就落脚在那个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就叫秀才段 所以这个都蛮有意思的 那个妈宝是现在那个妈宝吗 哎正是就是那个妈妈的宝贝 可是人家是秀才哦 他是秀才哦 妈宝是秀才哦 是是是是是是是那像我们安南区啊 安南区的话呢它以前是台江内海的一个遗迹啊 那所谓的内海的话就是以前其实那个地方大概都是戏湖 然后都是内海啊那都是养鱼场在日剧时代的地图呢 还可以看到它写的很清楚写养鱼场然后在这个二战期间的话 美军的地图那边呢都还是养鱼的都是鱼温的 那鱼温呢它其实就会有这个鱼寮工寮 所以呢我们安南区有所谓的台江石榴寮 那台江石榴寮的话呢就是它的古地段名到现在都还存在 比如公清寮 种头寮 和顺寮等等 那其中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啊 有一个地段名叫种头寮 为什么种头寮呢 他是郑海将军 郑海将军以前驱守在那里 这个郑海将军呢他是这个地方的种头寮 就是我们宁称啊 比方说这个什么我们都讲什么附座啦 对不对 所以他就宁称他叫做钟寮是这样 对对他是以前的总兵嘛 是是是是 所以那个地段就是种头寮断 嗯好 这很有意思 那局长你觉得说像这样子的一个展览 可以让台南市民更去了解自己居住的土地啊 它的故事跟历史 会不会更激发说对自己居住地的一个兴趣呢 应该会哦 因为我们从9月13号 这个土地漫游者的展览开展到今天呢 每天大概都有上百位的市民前来观展 那很多的市民他们其实不是地震的专业者 但是他们很有兴趣的就是 哎对于像这些古地段民啊 他们有一种寻根的感觉 那因为我们在这个展览的现场 我们是用这个积木拼图的方式 让他们去揭露 哎翻翻看啊我这个地方 有哪些古地段民的存在 还有一本书啊这个手翻书的形式 让他们来翻翻看 比如说我住在安南区 那我这里有什么古地段民 那我住在观田区 那观田区 人家以为是产林角的地方 那翻一翻这个古地段民的由来是什么 那很多人就会对自己的出生地 或是居住地呢更加的了解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台南四百最近在推这个走读台南 就是这个在古迹巷弄里面走一走看一看 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就是说用走的用看的 比在书本上看到的是更加的生动 那第一段民 对于说目前的一个土地利用啊或者是规划 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影响啊 其实是有的啊 就是说其实台南啊 在以前台南县的时代 它就是一个农业大县农业大城 所以这些地段民呢 它还记录着以前农业时代 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些遗迹 所以呢像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土地的规划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像比如说现在的南科 大家非常的熟悉嘛 它就是我们台积电啊 这些高科技的半导体的先进聚聚 那很多的高科技厂聚集在这里 但是呢其实因为有这些古地段民的一个 考古的工作 我们就知道它的过去发展的背景 就是说它在农业时代呢 这个地方它其实是农场 比如说种甘蔗的地方 然后它是农地重化区 它都有一些水利汇的水路啊农路啊 在这里面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规划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会参考过去历史的这个文理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排水的规划的时候 我们还会把过去的水利汇 现在的农田水利署 他们的这些农路水路 有需要留用的 我们就会继续做一个保留 那把它给我们现代化的一些土地开发 或是道路开辟的工程 或者是像智洪 海水湘寒这些工程呢 把它融合在一起 那另外呢 像这个南科呢 它其实过去呢 就是也是一个倒风内海 行船也是可以一路进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开发南科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先做文化资产的调查 那看看它有没有一些什么遗址 或是在里面 那跟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分享的是 我们最近在新启动的南科开发区里面 我们有先做文化资产的调查 其中我们在考古挖掘过温当中 竟然在善化这个地方呢 还有发现到鱼鳞化石 鱼鳞? 鱼鳞的化石 所以这证明了说过去它是一个内海 所以这个有鱼类啊什么什么 那只是因为现在内海淤积了 它逐渐路化了 它变成陆地了 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南科的周边的这些建地 那其实它是过去的遗迹都还存在 这也从这种考古挖掘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知道过去的一些历史 那这些东西也是非常宝贵 所以我们在土地开发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跟文化资产的保育呢会并重 那我们就会把它试挖掘 然后把它启掘起来 那并且能做适当的保存 那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的素材 是 好在这个展当中啊大家去看 都可以去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认识跟学习 那我很好奇的就是说 像我们这个地级堂本里面 会看到说有什么什么也是地断名 那跟我们呢平常的地址断名不同 那这个地级堂本里面的断名跟 我们在展展当中看到的古老的地断名 是不是是一样的呢 就是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啊 其实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地址都是 比如说台南市安平区永华路 或者是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几号 这样子啊 那这是我们很熟悉的 每一家每一户都有一个门牌号码 对 那地断名呢 这个是用在我们土地资料的这个管理 地级的管理 我们不是用人也不是用地址 我们是用地段跟地号来做地级的管理 那这也是我们台湾土地登记制度的一个特色 这就是地震的一个专业的内涵 那我们是用地段地号来做物的编程 所以要查询一些地级资料呢 就是必须要知道它的地段跟地号 这样子来做查询 那所以像我刚刚讲的 每个地方都有中正路 可是呢在这个中正路 它就比较没有一个鉴别度 那但是呢如果我谈到台南市中西区五条岗段 那大家都知道 哦这个地方呢是在过去的五条岗 就是现在这些古迹很密集的所在 那比如说我谈到 如果我谈到说观田区观田段 那大家可能就会知道说 哦这个观田是现在的观田区 是有这一区 那过去呢它为什么叫观田 其实它就是在荷兰时期呢 就有所谓的王田制度啦 哦 因为荷兰他们是也是皇家 皇家的一个制度 那隶属于荷兰人 他有占据台湾一段时间嘛 所以那时候他们也在台湾种 屯田种植啊 所以这个是他们当时的王田 那到了明朝正成功的时候呢 他就把它改成为这个官田 就是屯田 我们在这边就是军队不打仗的时候 平常是种田啊 大家安居乐业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历史性 但是对照到今天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这个地段名的话 那它其实会比门牌号码 会更贴近它原始的一些特色 哦 原来好 那对于说未来台南地震的发展 局长你怎么去看说 历史文化跟现代城市建设之间的平衡呢 对 其实一个都市 它必须要不断的向前迈进 那都市的公共建设它的脚步也是一直在往前 那整个的这个台南有它过去历史的背景 但是我们在都市开发的过程当中呢 也不忘这些历史 所以我们会把它融合为一 那么以我们地震局所做的这个土地开发为例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在市中心区有个地方呢 叫做中国城 那我们就办理了一个中国城 即运河新钻地区的区段整收 那这个当然就是中国城 它以前在这个过去它是运河 然后在清朝的时候呢 它这个运河行船就在这边可以下渔货 所以渔货卸下来以后就开始拍卖买卖啊 对不对 所以它就会变成有一个渔市场 那渔市场交易很热络之后呢 各种的卖菜的卖杂货的 卖古金百货的都来 所以它又变成一个这个市场 那市场之后呢 这个它就很繁华 那那时候啊 这个过去的台南市政府 他们也把这个民族路啊 这个小吃摊 就是迁移过来 那它变成一个中国城 那中国城它曾经是台南非常有名的地标 如果老一辈的人啊就知道 这个来台南就想到中国城那块牌楼 然后而且以前中国城里面还有兵工 还有电院 对对对对对 还有百货商场 所以在在上一代呢 他们来到中国 就是像现在的Shopping Mall一样 对啊 就是来这边约会啊 来这边玩乐嘛 对不对 但是后来呢 它又随着建筑物的衰败啊老旧啊 它又开始没落了 那没落以后呢 就会衍生一些治安的问题 卫生的问题 然后还有游民进来 这就会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 后来啊它曾经在报纸上 我看过一个黑白报纸的简报 就是它上面还报纸的标题写说 它是都市的毒瘤 那曾经这么的风华 又变成都市的毒瘤 这讲起来实在是有点不堪啦 所以后来我们就经过 一个都市计划的一个改变 那把它进行一个跨区的区段征收 所以呢把这个土地都整理起来 那中国城呢 它并没有全部拆除 我们还保留它的一些移购 然后请荷兰的建筑师 来帮我们规划设计 变成了现在的和乐广场 所以它这个就是一个 转身蜕变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和乐广场 它就是以西湖 台南特有的余温西湖的意象 来做规划设计 所以现在那个 它有一些水井的公园 而且中国城以前的那些梁柱 都还保留下来 那这个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呢 往西边看 就可以看到一颗火红的夕阳 然后印在这个移购的梁柱之间 还有水井的印衬 可以说是非常漂亮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说我们保留中国城过去的一个历史的文理 然后再加上新的元素进来 那这个就是说 这个历史的过去 可以跟现在新的都市建设可以相结合 那另外呢我也举一个例子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南科 那这个南科呢 现在人家讲说南科已经不是只是台湾的南科 南科的产值超过新竹科学园区 那现在人家也讲说 这个台积电不是台湾的台积电 是世界的台积电 因为它在世界的半导体的这个地位 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它甚至也超过这个国际很多的大厂 可是现在的南科以前的所在地 它就是甘蔗田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展览的过程里面 我们有展出一个主题叫做 这田里面长出来的台湾戏骨 戏骨就好比美国的戏骨这样子 那这个就表示说它过去呢 曾经是农业区 曾经是种甘蔗的地方 所以散化为什么有散化糖厂 就是以前它是有这田的嘛 然后散化有牛须 很多人来谈谈想要喝牛肉汤 对不对 那这个牛须以前就是买卖牛汁的地方 对但是这些东西现在都还保存着 那但是现在同时又有南科的新开发区 所以这个这田里面的台湾戏骨 也是我们这一次展出的内容之一 是好那今天邀请到了台南市地震局的陈淑美局长 来介绍土地漫游者台南四百地震特展 局长真的是很会说故事 讲的让大家都想要去看一下这个展 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土地漫游者的展出 它的这个地点还有期间 好我们土地漫游者的展览 从9月13号开展一路呢 展到9月30号到9月底这段时间 那地点呢就在爱国妇人馆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台南 这个孔庙圆区斜对面的爱国妇人馆 那这个爱国妇人馆本身这栋建筑 就是一栋古籍古色古香 然后木造的建筑有块木的香味 那我们在这里面办这个展览 就是非常欢迎民众 就是来台南走走逛逛吃美食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的很顺道 就可以经过这个爱国妇人馆 就可以进来看我们的土地漫游者这个展览 好今天呢我们谢谢台南市地震局的陈淑美局长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了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拜拜